你好,这里是喜马拉雅天天听好书,为你一网打尽,全球好书。 比如说,为什么酒吧喝水要钱,去提供免费的花生米,为什么官员喜欢使用语言不详的句子,为什么你去买鸡蛋的时候,你发现红皮的鸡蛋要比白皮的鸡蛋要贵一些,为什么最畅销的书比不那么畅销的书要便宜,但是最热门的电影,它的电影票要比不热门的电影要贵一些。 当我们说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都是一些无聊的小题目,但是当作者罗伯特·弗兰克把提供答案的作者的名字公布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像阿可洛夫、谢林这样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他们的名字也在里面,那他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 就是这些大的经济学家们,正是因为他们平时那种善于观察生活,积极独立思考的这样的一种习惯,才促使他们能够有能力和有能量去探索更深奥的经济学原理。 当然书中对一些现象的回答也并非是标准的答案,有些答案并不是很完美。 我觉得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如果你养成了一个独立思考的这样一个习惯的话,你可能也会有你自己的答案,所以你会发现有些答案可能有瑕疵。 我觉得这本书它教给我们的最主要的呢,就是用观察和独立思考,用孩童般的好奇心来面对经济现象的这样的一种思维的方式,这一点呢是特别的重要。 我们仔细看一下这本书它的这个原名,就是你看一下它的英文,其实呢它的意思呢是经济博物学家破解日常生活的密码,但是在国内呢我们却翻译成了这样的一个名字。 我们以前说一些新闻吸引人的时候呢,我们会说标题党啊,在这里你是不是会看到这个书名党的这样一个嫌疑? 可能把它翻译成牛奶可乐经济学,摆在呢这个书店里的时候,它会呢吸引人们的这个目光。 如果呢翻译的是按照原意呢,写的是这个经济博物学家,你可能会觉得呢离你呢会是特别的远,所以呢这也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呢一个做法。 这本书的作者罗伯特弗兰克教授,他是美国康乃尔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他上经济课的时候,课堂上呢基本上是堂堂爆满,他主张说经济学呢应该是基于经验和观察的学科,而不是以数学为核心的学科。 所以说呢他在他的这个经济学课堂上呢,他喜欢给孩子们来布置博物经济学作业,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用经济学的原理探讨你亲身观察到的事件,或者呢行为模式中的一些有趣的问题。 当然也有些具体的要求,说你这个文章的数字不能太长,不要超过500字,不允许呢你用公式啊图表啊专业术语啊等等。 就是呢假设你是在给一个从来没有学过经济学的朋友去讲故事,而且呢你一定要让他听懂,所以呢他就是让他的学生去写小短文,去提生活中的问题,并且呢以经济学的视角呢来做出这个回答。 这样的话呢经过了几年的积累,这些问题就被收集成册,就成了呢这本书的蓝本。 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概念是博物经济学,就是用经济学的概念去理解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现象的一种这个思维方式。 当然这种思维方式呢它是建立在经济学的简单的常识上,它试图呢是通过一些基本的推理去理解,并且呢来解释事物的本质。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哈,弗兰克教授为什么会对博物经济学情有独钟? 他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其实你只要掌握了五六个基本的经济学概念,那生活中所有相关的问题呢都会迎刃而解。 那就像我们说到的生物进化论,说只要你理解它,什么物种啊组织啊结构啊都会变得简单起来, 这样的话呢也会使你对这门学科产生浓厚的兴趣。 你看兴趣呢是敲开任何一门学科的敲门砖啊。 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这几年妙去恒生的经济学读物呢是大行其道, 像06年的魔鬼经济学,07年的货币战争,08年的在星巴克要买大杯咖啡, 还有我们今天和您说到的牛奶可乐经济学等等。 你会注意到啊,观察分析日常生活中的经济现象成了一种时尚, 这个呢也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反其道而行之的一种做法。 这本书它在讲很多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其实它都是围绕着英济学的原理就是成本效益原则。 其实我想说成本效益原则它也是所有经济学概念的源头, 就是只有当行为带来的额外效益大于额外成本的时候, 你才应该这么去做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 可是呢如果在生活中我们要活学活用, 或者呢我们用这个概念来理解生活中一些现象的时候, 恐怕呢也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比如说你想在呢隔壁的杂货店买一个闹钟, 价位呢是20元, 有一个朋友呢告诉你说, 哎你到市中心的超市去买, 可能只需要呢10元, 你会进城买10元的闹钟呢, 还是直接你就在隔壁的杂货店来买呢? 当然不管你到哪去买, 出现了故障的话, 维修呢都是由制造商来进行保修。 其实这里面没有绝对正确和错误的答案, 因为每个人他都要权衡一下相关的成本和收益, 不过呢我们在问了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做的时候, 大多数人呢会选择说我当然会去超市呢来买闹钟。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啊, 同样呢你是在隔壁的这个杂货店要买一台笔记本电脑, 我们假设呢它是卖5010元, 如果你去城里的超市买的话呢, 5000元, 不管你在哪买, 当然出现了问题也都是呢退回原厂这个保修。 这个时候你会在什么地方来买这台电脑呢? 大多数人会说我会在学校买, 就问题本身来说这样的回答并不算错, 但是如果我们问一个理性的人, 在这两种情况下该怎么做? 他说这个成本效益原则清楚地表明, 两次的回答应该是一样的, 因为都是省试约钱嘛, 说毕竟呢在两个例子中, 你进城去买的效益呢都是10元, 也就是你省下的钱, 那成本呢是你为了进城所付出来的这个代价, 既然成本一样效益一样, 答案呢自然也应该呢是一样, 但是大多数人呢似乎认为说, 我去这个城里买闹钟能省50%的钱, 而呢买这个电脑, 我只能够省10元钱, 前者的效益呢似乎要比后者要大的很多, 可惜呢这可能是一个不正确的思考的方式, 按照百分比来想问题, 放在其他的地方或许是合适, 但是放在这儿呢也许呢是不行, 这里面呢我们就看呢, 是在用一个成本效益的原则, 来呢分析呢这个问题, 在这本书中他提出来了100多个问题, 这些问题全部都是来自于日常生活经验, 涉及到的产品设计, 供求分析, 人际关系, 职场风云等等各个方面, 还包括呢婚恋关系, 问题呢是千奇百怪, 分析功绩呢却是相当的这个简单, 因为全书阐述了作者认为最基础的, 最重要的这个经济学概念, 就是成本效益原则,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他在各个领域中是如何呢, 用这个最基本的原则来解释呢, 各种各样的现象, 好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 就是呢这本书的这个书名所涉及到的, 为什么牛奶装在方盒子里卖, 而可乐呢却装在原品子里卖, 首先呢从几何学的原理上来看的话呢, 一般的这个方形的容器呢, 比圆柱形的容器更经济的利用的货架的空间, 那么为什么我们看到像可乐呀这样的软饮料生产商, 坚持使用圆柱形的这个容器呢, 原因呢就是软饮料大多呢是直接呢, 我们就拿着就喝, 抵消了呢它所带来的额外的这个存储的成本, 最主要的原因呢, 主要就是说牛奶呢它比较节约空间啊, 它比这个软饮料瓶子节约空间, 那么在超市呢你会发现大多数的软饮料呢, 都是放在开放式的这个货架上的, 而这些货架呢非常的便宜, 平常也不存在着这个运营成本, 但是你发现牛奶它是需要专门放在冰柜里, 冰柜呢是很贵的, 运营成本呢也是很高, 所以呢冰柜里的这个空间啊就相当的宝贵, 从而呢就提高了用方形的容器来装牛奶的这个效益, 因为方形嘛它节省这个空间, 这个例子中呢蕴含的就是产品设计中的经济学, 不同的产品呢它有着不同的形状, 如果呢你不考虑成本效益原则, 再聪明的回答也算不上呢是很圆满, 一般来说的话呢生产商他没有什么动力来给产品呢增加这个新的功能, 设计一个更好看的这样一个形状, 除非呢这种功能所带来的产品的价值, 也就是收益是大于成本的, 所以呢几乎在生活中所有的实力都表明, 产品设计既要包含最符合消费心意的功能, 又要满足卖方保持低价便于竞争的需求, 这也就是说呢产品设计必须要在成本和效益两者之间来呢实现呢一定的平衡, 好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呢成本效益原则在供求关系中的一些呢这个作用, 有一句话呢叫做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它是在告诉我们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 赚取真正财富的唯一方式仍然是天赋、勤俭、幸运再加上的艰苦的劳动, 所以呢没有免费的午餐的原则是在提醒我们要小心提防那些太过美好的机会, 因为太美好了,反倒呢不像真的, 这句话呢就预言了历次股市的大崩盘, 如果将它和成本效益原则用到一起, 还能帮助我们理解寻常市场上比较普通的一些模式, 就让我们来想一想产品的这个售价问题啊, 由于人们的这个品位呢和收入呢是不同的, 所以说呢在购买任何一种产品的时候, 愿意支付的价格也是呢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就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呢所说, 从长期来看产品的价格不应当超过它的生产成本, 否则的话呢这个盈利的机会就会诱使呢竞争对手进入市场, 那么随着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的增加, 供应量也增加,最终呢会拉低价格, 这个价格呢就会逼近了这个成本, 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 就我们刚才也说到说为什么酒吧喝水要钱, 但是呢它又提供免费的花生米, 花生米的成本当然呢它要比水要高,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理解这种做法的关键呢就是在于要弄明白水和花生对酒吧的核心产品, 酒精饮料的需求量会产生了什么样的这个影响, 花生和酒呢其实是互补的, 客人他花生吃的越多, 他要点的啤酒或者是白酒呢也就越多, 既然花生呢相对比来说便宜, 而每一种酒精的饮料又能够呢带来相对可观的利润率, 那么免费花生就能够呢提高酒吧的这个利润, 反之呢水和酒呢是不相容的, 客人水喝的越多他当然酒呢就喝的少, 所以说呢即便水相对廉价, 酒吧还是呢要给水定一个高价来打消顾客的消费积极性,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例子呢, 它就是从市场的需求方的差异来进行解释, 买方为什么愿意会为某一产品来支付呢更多的钱, 我们再来看这样的现象, 它的原因呢主要是放在了供应方, 意外的价格或者是产品的供应都跟成本差异, 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说为什么一辆售价2万美元的新车租金呢是40美元一天, 而一件500美元的晚礼服租金呢却要90美元一天, 我们都知道汽车连锁店啊租赁连锁店, 它都是批量的来购买这个新车, 所以呢它可以跟制造商呢来讨价还价, 获得一个很低的折扣价, 那么他们旗下的车呢一般只用两年, 之后呢就会按照净价的75%卖掉, 所以呢他们拥有一辆车的机会成本呢会比私家用户呢会低的很多, 但是反之大多数礼服租赁店呢都是地方小店, 一家中等规模的店一般呢可供出租的礼服也只有呢1000多套, 每年的采购量不足以呢获得高折扣的批发价, 又因为二手礼服的市场很小, 用旧了的礼服呢大多只能捐赠, 或者呢以为不足道的价格卖给学校的表演戏, 或者是呢一些这个校乐队, 这样一来的话呢汽车租赁公司它收取到的租金, 只要在两年的时间内高于购车价的25%就可以了, 而礼服租赁店呢它收取到的租金必须要高于每件礼服的全价, 更重要的是呢汽车租赁公司的库存汽车, 往往呢比礼服租赁店的库存礼服的利用率呢要高的很多, 因为大多数的礼服只有在星期六晚上的重要场合才租的出去, 在任何一个星期六一家有着上千套礼服的租赁店, 大概呢也能租出去呢一百多套, 可是在一个星期的其他日子里最多呢只能租出去五套, 那反之一家汽车租赁店的出租率随便呢一天都是呢差不多的, 当然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汽车租赁公司一般呢会对附加事项收取呢比标价高的多的费用啊, 比如说保险附加费比自己保险的费用呢要高的多, 顾客还车的时候如果忘了把邮箱加满的话呢公司也会呢收取比市价高的多的邮费, 但是礼服租赁店为了顾客穿着和身大多呢要改衣服, 这样的话呢产生的这个采改的费用呢几乎跟租金本身呢是一样高, 每套礼服出租之前还必须要干洗, 又带来了十美元的额外的支出, 反之的话呢汽车租赁公司收到车之后, 只要把它加满油就又可以呢是租给别人了, 所以呢就不足为奇, 尽管一辆车的零售价差不多呢是一套礼服的四十倍, 但是它的租金却只相当于一套礼服的百分之五十, 这个呢就是从这个供应方我们呢来解释呢这些现象用的成本效益的原则, 那么从市场供需双方来考虑,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刚才在这本书中一开始呢也是提到的啊, 为什么红壳的鸡蛋要比白壳的鸡蛋呢要这个贵一些, 其实我们从一些鸡蛋营养中心的研究中呢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不管呢鸡蛋的味道还是呢它的营养价值, 都跟蛋壳的颜色呢毫无关系, 那为什么会出现呢这种价格的差异, 就是因为红壳的鸡蛋更逃买家的喜欢, 所以呢他们愿意出高价, 这么解释呢是很简单, 但是这个说法好像又无法的令人这个满意是不是, 因为它似乎暗示着白壳蛋的卖家有钱不去赚, 你卖红壳鸡蛋利润更高一些, 但是你为什么还会继续卖这个白壳蛋呢, 红壳蛋的生产成本要比白壳蛋要高, 鸡蛋的颜色取决于生蛋母鸡的品种, 一般来说呢红母鸡呢比白母鸡个头要大, 因为母鸡每天必须的这个卡路里取决于它个头的大小, 所以呢饲养红母鸡的成本呢就会高一些, 红壳蛋的成本当然呢就会高一些, 但要解释为什么红壳蛋要卖的更贵, 还要必须考虑一个需求方的重要因素, 正是因为有消费者他偏爱红壳蛋, 并且愿意呢为此多出钱, 市场上呢才会有红壳蛋出售, 否则的话呢根本没有人会卖呢这种成本更高的鸡蛋, 想想你去买鸡蛋的时候, 你是不是看到红壳鸡蛋更有一种非常喜悦的心情,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啊, 为什么最畅销的书常常呢打折销售, 但是最热门的电影呢却不打折, 因为对于电影院来说最稀缺的资源不是电影本身, 而是呢这个座位, 大受欢迎的电影即使不打折也会满座, 出于效益最大化的考虑, 电影院呢有理由不给那票价打折, 但是书就不一样了, 如果预见到哪些书更热门, 卖家呢往往可以提前准备好充足的库存, 卖家给书打折以促进呢销量, 这个呢是更有利的这个做法,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在职场中的一些奥秘啊, 那我们都知道劳动力市场是我们大多数人都要 参与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市场, 因为人本身嘛, 你不能放到市场上去出售, 那样的话呢就是贩卖人口了啊, 但是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 贩卖人力服务呢却是完全合法的, 流通这些服务的市场, 同样呢它也受制于供求关系的原理, 如果这个电脑程序员的需求量提高, 我们就可以呢预料到它的工资水平呢就会上涨, 比如说像一些美国大企业, 它的CEO如今的这个薪资要比普通工人呢要高这个500倍, 而在20世纪80年代只高呢42倍, 为什么呢会出现呢这样的一个变化, 其实相关的因素很多, 有一点呢尤其是突出技术的高速发展, 提高了最有能力的人的个人优势,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例子, 你注意到没有, 为什么在高档的餐厅, 市者的工资呢要比助理厨师呢要高, 一般呢在高档的餐厅, 一名市者一晚上他光这个小费呢就能挣到好几百块钱, 但是同一餐厅的助理厨师只能挣到几十块钱, 对餐厅的成功而言, 两份工作当然呢都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大多数人都认同, 成为一名优秀助理厨师, 所需要的经验, 天赋和这个训练要比一名好的市者呢要这个多得多, 那为什么市者的收入反而呢要高得很多, 除了必要的这个技能, 特定工作的收入还取决于其他的很多的这个因素哈, 我们都知道在生活中不少需要熟练技能的工作, 工资呢相对呢很低, 就是因为他们是迈入心仪工作的垫脚石, 助理厨师的职位呢就是属于这个行列, 市者呢确实不一样的, 具备熟练技能的人他愿意接受较低的薪资, 去从事呢助理厨师的工作, 是因为这个职位呢为他晋升主厨提供了必要的训练和经验, 而主厨呢是一个受人尊敬, 而且收入优厚的职业, 那么我们再反过来看, 市者就是服务员, 他是一个中级的岗位, 不少市者呢他再也无法呢步入到收入更高的这个岗位, 即便有人做到了这一点, 他们的成功也跟这个过去呢当过市者, 其实呢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关系, 其实这个例子呢他说明的就是在劳动力市场情况是一样的, 特定工作的薪资取决于呢他的这个特殊性, 比如说我们经济学家会经常呢说一个理论叫做补偿性工资差别这个理论, 其实这个理论呢最初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呢提出的, 他是怎么来阐述这个理论的呢, 有这样一段文字啊, 他说不同的劳动和资本职业的厉害, 总的来说在同一个地方内必然呢要完全相等, 或者是呢不断的趋于相等, 在同一个地方假如呢某一个职业, 明显的比其他职业更有利或者是更不利, 这样的话呢就会有很多人辞去呢比较不利的职业, 而挤进比较有利的职业, 这样的话呢这种职业的利益, 不久之后呢就和其他的各种职业就相等了, 于是呢我们如果考虑到个人的厉害的话, 人必然呢会去寻求有利的职业, 避开不利的职业, 所以亚当斯密的这个理论, 他就解释了这样的一些现象, 倘若呢和其他相关因素一样, 那为什么风险更大, 索费的功夫更多, 工作地点肮脏, 或者是气味难闻的工作, 工资一般呢会更高一些, 这个呢就是补偿性工资差别理论, 导致的呢一些我们在某些现象中很难去想到的呢, 一种这个结果, 好下面我们再来在这个折扣的经济学中, 再来看一下呢成本效益原则, 他所起到的一些这个作用啊, 商品打折我们都是四空见惯的, 卖方呢在打折的同时, 他会想出各种机制的对策, 不少的诀窍呢都具备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卖家允许顾客以折扣价来购买, 但是前提条件是呢, 顾客必须首先要跨过某种门槛, 最常见的例子呢就是短时贱卖, 愿意为此付出努力的买家, 得知呢打折开始, 就不怕麻烦的专门赶过去买, 就像我们有一些大的这个商场, 到这个电庆的时候, 他就呢会有一个短时的打折的一种状况, 那有很多人就去排队啊, 买了商品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这个收银台的这个前面排了长长的队啊, 有的时候呢你要排很长很长的这个时间, 这个呢就是卖家设置的一种打折的这个门槛, 从而呢你才能够享受呢这个折扣价, 当然也有人看到这种电庆啊, 他反而他不去了, 他嫌人多, 他嫌麻烦, 他觉得他的这个时间成本太高了, 他宁愿呢去支付较高的价格, 他愿意呢享受呢清新的这样一个购物的环境,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个价格门槛的问题, 从卖方的观念来看, 设置折扣门槛的做法呢是很管用的, 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对价格极度敏感, 甚至于呢有一些人在生活中去买东西的时候没有折扣呢, 他就不买, 这样的买家他就会发现门槛很容易呢跳过, 而其他的一些对价格不那么敏感的这个顾客呢就会觉得很困难, 甚至于干脆觉得呢不值得呢费功夫啊, 我们来用一些例子来解释一下呢这个价格门槛的问题, 你发现了没有在生活中机场的这个票, 你如果去现买的话呢它的价比较高, 但是有一些演出晚会啊, 它的这个门票呢你现场去买的话呢确实很便宜, 想没想过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比如说这个航空业的主管们他们就发现, 出公差的商务人士更倾向于临时决定出行的安排, 一方面呢他们是这个高收入者, 要不然的话呢他们很富裕, 要不然的话他们买机票的这个钱可以报销, 所以呢他们对价格呢不是很敏感, 但是演出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高收入者他的生活一般都是比较有这个计划安排, 他一般呢不愿意到最后一刻才去买票, 临时买票毕竟呢会面对你不知道能不能去买到, 也不知道呢还有什么样的座位等等不确定的因素啊, 他愿意做到更好的更舒服的这样的这个座位上呢来听了这个演唱会, 所以呢往往事到临头才在售票门口买票的大多呢是对价格比较敏感的人, 像这个大学生啊还有呢城市的低收入者呀, 这些人他们不在乎呢作为怎么样, 他们在乎呢就是价格能便宜我能够进去, 能够听到呢我喜爱的这个歌星的这个演唱就足矣了, 其实这个例子呢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有助于生产者和消费者共享规模经济节约成本的一个定价的策略, 还有一种现象呢在这想和大家说, 就是有的时候买方似乎他有权去索取较高的价格, 但是你却发现呢他们出于一种策略性的考虑, 他们并不这么做, 比如说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哈, 就是我们带孩子去游乐场, 去迪斯尼游乐场, 你会发现呢最受欢迎的这个游乐项目前面总是呢排着长队, 但是游乐场却不会呢对他额外的来收费, 那为什么他不用这个价格的杠杆, 那我要多收费, 有一些人担负不了这样的这个费用呢就走了, 就不会呢导致呢他的这个前面的排那么长的这个队, 想不想过这个问题, 有的时候要排上一个多小时, 要排上好几个小时的队, 究其本质排队并不一定意味着 卖家就把钱摆在了桌子上哈, 比如说希望呢到一家餐馆就餐的客人数量, 每天晚上都会有所不同, 所以呢这个餐馆很难他按照人数的多寡来进行了定价, 来保证填满空位又不排队, 但是像迪斯尼乐园这样的持久可预料的长队, 在经济学家们看来呢你是不应该呢这个出现的, 为什么他不额外的收费, 减少呢这种排长队的这种可能性, 因为有些人他不排队他想多拿钱的, 有一个可能的解释呢就是孩子们到迪斯尼乐园去玩, 买单的是家长, 如果呢这个乐园方面为了消除排队的现象, 对过山车项目额外的收费, 就算呢每趟呢收取十元, 不妨让我们来设想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 那很多的孩子呢还是想一趟一趟的坐这个过山车, 但是坐了几趟之后呢大多数的家长肯定呢他会拒绝孩子的要求, 不是呢拒绝一次这么简单, 他会反复的拒绝说啊一次多交十块一次多交十块, 这个钱花钱如流水, 这样一来的话还有谁会带着愉快的回忆来离开乐园, 尤其呢是孩子们, 那定额收费并且依靠排队的方式来限制孩子, 对最受欢迎项目的使用次数, 恐怕呢是这个乐园管理方所能找到的最合理的折衷的方案了, 所以呢像迪士尼乐园啊等这样的地方, 他要给所有的孩子都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 不想让孩子呢在家长的无数次的拒绝中, 最后呢伤心的离去, 我们都知道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假定, 人和公司对呢和他自身决策相关的成本和效益都掌握着充分的信息, 但是在实践中的时候呢, 即便我们要做一些重要的决策, 我们也常常呢是这个信息不足, 所以呢成本效益原则就暗示, 在有限的信息下采取行动的代价, 比掌握充分信息所需要的代价呢是更划算的, 我们来说一个例子啊, 你想过没有, 在你经常的在电视上, 在这个收音机前或者是在报纸中, 你听到看到股票分析师分析的一些这个股票, 推荐股票的时候, 他们很少推荐你卖掉哪家公司的股票,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发现, 他总是推荐你去买, 而且呢我们会看到99%以上的股票分析师呢, 都是建议大量的买进, 或者是呢继续持仓, 卖掉了某家公司的股票的分析师, 推荐了不到1%, 可是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股市波动的过程中, 也有呢大量的公司股票的价格的这个下跌, 甚至于呢有的是跌了一半多, 这里面呢我们就要看一下股票分析师, 他推荐时面对的成本和效益, 我们设想一下有这个五名不同的分析师, 他负责呢盯住同一只股票, 每个人呢都想对该股在下个月的价格走向呢, 做出这个准确的预测, 但是他们同时也都希望呢, 跟被评估公司来保持呢非常良好的这个关系啊, 那考虑到这种情况的话, 分析师非常希望自己拿定市场钱, 能够参考其他四名分析师可能会做出的推荐, 毕竟呢他知道自己的犯错成本一定程度上呢, 取决于其他四名分析师所做的这个推荐, 一开始呢他就明白, 其他人的推荐呢多半呢会稍微偏向于买进, 因为对分析师的东家来说, 就是对分析师所在的这个公司来说, 给受评估的公司拍马屁呢是有这个好处的, 退一步来说呢要是五个人全部都推荐买进, 那么这个公司的股价却跌了, 那么对分析师来说呢这是一个普遍的预见失误, 他个人承担的这个批评呢就会非常的有限, 那反过来会是什么呢, 如果他推荐卖出, 其他四个人推荐买进, 而该公司的股价呢却涨了, 那么他呢就成了一个三重输家, 他不仅呢推荐有错误, 而且呢这个错误呢非常的引人注意, 因为竞争分析师都看准了, 雪上加霜的是呢, 他的东家还会呢遭到潜在客户的这种憎恨,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个别分析师他最安全的做法, 就是做出跟其他分析师一样的推荐, 每个人都明白, 做出买进的推荐, 更符合自家老板, 以及其他分析师老板的利益, 所以在这呢我们就特别容易的了解, 为什么分析师最保险的做法就是呢, 给你说买进, 当然精明的投资者最终呢会了解, 买进推荐对一只股票未来的价格, 并没有呢提供什么样的有利的信息, 那这个例子呢, 其实就说明尽管做决定者, 努力获得更多的信息, 但是呢掌握相关信息的人, 无意呢照实透露, 于是呢情况呢就变得更复杂, 所以我们是相信他们, 还是呢不相信他们, 说到这呢我就想到了, 我上一本书反脆弱那本书里讲的, 脆弱和反脆弱的伦理的一个问题, 就类似于股票分析师这样的人, 他往往呢是把自己的反脆弱呢, 建立在了我们股民的脆弱性上, 没有道德的做法就是为了自己获利, 所以说呢他们应该公开自己的账户, 你要看一看他们都买了哪些股票, 这种做法呢就叫反诱因, 或者呢我们都不相信他们说的, 但是我们又该相信谁呢, 股票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说在我们的市场上有两种买家, 一种呢就是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 还有一种呢就是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在做什么的人, 是不是有点拗口啊, 那头一种买家呢就是他因为考虑到我这个缺乏知识, 我也不明白价格和质量之间存在的一些这个联系到底是什么, 所以呢他会限制呢自己的这个损失, 在生活中呢存在着很多非对称的这个信息, 就是说卖方对产品的质量要比呢我们买方了解的更多, 那么我们怎么办, 那有的时候呢买家的任务就是你要根据卖方可见的行为, 来推测呢产品的质量到底呢好不好, 比如说在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现象, 你发现了没有, 为什么接近全新的二手车, 它要比真正的新车要便宜的很多,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说一旦新车开出了经销商的停车瓶, 立刻呢就会跌价20%以上, 就会呢打一个八折, 那么为什么里程表上就多了这个几公里, 就能够让汽车的这个价格出现了这种陡然下降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一部分的这个跌价呢, 它反映的是批发和零售的价格差异, 你看新车第一次卖出的时候, 我们买家付的是零售价, 比经销商给的批发价要高15%左右, 如果私人消费者买了一辆车, 然后决定立刻把它给卖掉的话, 那它就成了一个业余的汽车经销商, 它当然希望尽可能按照最初的零售价格把它给卖掉, 但是呢你在尝试的过程中, 你必须跟大量的专业的经销商来展开呢这个竞争, 而后者呢又有着非常好的这个展示厅, 还有呢经验丰富的销售员, 还有维修机师, 又因为专业经销商更容易呢引起感兴趣的顾客, 所以呢你作为私人卖家, 你要这个锁架比较低是呢在医疗之中,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制造和装配流程的不同, 新车下线的时候呢不同的车可靠性呢并不完全一样, 这种可靠性的差异, 因为不同的车主保养汽车的差异而受到了这个放大, 有一部分二手车虽然很新, 但是有缺陷, 这种缺陷呢即便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维修师, 他都不一定能够将它分辨出来, 所以说呢对于二手车的车况, 车主一般呢要比潜在的买家要了解的更多, 所以这个信息呢就不对称, 那么对二手车的价格就有着巨大的这个影响, 假设说一个人他认为一辆车的性能可靠的二手车值2万美元, 不可靠的二手车只值1万美元, 又假设呢一半的二手车性能可靠, 那么所有的二手车的平均的这个价值就变成了1.5万美元, 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呢, 二手车的售价就会低于1.5万美元, 为什么呢? 让我们来假设一下哈, 假设呢我们所有的二手车都卖1.5万美元, 那么什么样的二手车会卖这个价格呢? 假如人们认为可靠的二手车是2万美元, 那拥有一辆可靠二手车的车主, 他绝对呢不会索取较低的价格, 反之拥有不可靠的二手车的车主, 他很乐意呢以1.5万美元的价格把它给卖掉, 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车只值1万美元, 这就是说只有不可靠的二手车, 才会呢愿意以1.5万美元的价格来出售, 所以呢除非二手车价格的折扣大, 否则的话呢不会有人去愿意购买,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有一部分二手车的转手原因, 跟他们的性能可能没有呢什么关系, 在这种状态之下你要尽力的沟通, 自己迫不得已卖车的原因, 比如说我要工作了呀, 或者是我刚生了孩子啊, 只好忍痛的卖掉这辆保时节呀等等, 你要呢很好的去这个沟通, 但前提条件还在于对方是不是相信你, 对于信息方面呢决策者的信息不足呢也就罢了, 更让人头痛的是, 现有的信息往往呢并非是可用的这个信息, 所以呢他做出来的这个决策呢往往呢是不正确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哈, 说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你看到管理者, 他容易呢去高估他批评的效果, 去低估呢称赞的作用, 而这个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现象,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以把管理者分为两类啊, 一类呢是比较严厉的管理者, 一类呢是比较憨厚的管理者, 而严厉的管理者呢他看到员工犯错, 他马上呢就会加以批评, 那么当员工做得很出色的时候呢, 他却迟迟不予表扬, 那么对于宽厚的管理者来说呢, 他是热心表扬, 迟云的批评, 于是呢我们要去想一个问题, 就是哪一种风格呢更有效, 其实是没有正确答案的, 所以呢新上任的管理者, 他在培养最适合自己风格的时候呢, 他都会去做实验, 当然这种实验往往呢会带着先入为主的一种偏见, 他呢就会让不少的管理者得出一个结论, 说你看表扬的效果很差, 但是批评很管用, 可实际上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那么这种偏见怎么来的呢, 在我们的生活中, 有一个统计学上的一个这个概念叫回归平均, 回归平均就像我们任何人在做事情的时候, 你永远呢不可能呢有出色的成绩, 你也永远呢不可能呢出于这个低潮, 就是你不可能随时都保持同样的绩效的一个标准, 有的时候呢你的这个绩效比长期平均值要高一些, 有的时候呢要低一些, 就是你不管管理者是什么样的这个反馈, 员工在某个星期绩效低于正常水平, 那么他下一个星期呢他就会提高, 回归到一个更为正常的成绩, 反过来说呢不管你上司表不表扬, 员工这个星期超水平发挥, 那么下个星期很可能呢就会回潮, 这就是一种回归平均的现象, 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 对员工失误偏于批评的管理者, 他就会把他后面的这个绩效的改观, 其实呢这个绩效的改观呢本来就会出现, 因为前面呢是低潮, 后面的自产呢就会往上走, 可是他把这个改观呢错误的认为呢是自己严厉的批评产生了效果, 那么他在做试验的过程中对有些现象他会这个表扬, 那么在员工表现出色的时候呢他就给予了这个表扬, 那那个时候呢绩效会很好, 但是因为回归平均在接下来的时候呢, 绩效呢会自然的会有一个回潮, 那这个时候呢领导者就在想说你看我就不能表扬, 一表扬吧, 绩效呢就下去了, 但是其实呢这种回潮也是本来呢是要出现的, 就是有波峰就一定的是有波谷, 这个呢就是统计学中的一个最终呢是回归平均, 在做这个试验的过程中, 管理者往往呢就会得出呢这样的那一种结论, 就员工我就得使劲的批评, 不能够呢失去这个表扬, 但试验表明啊至少是在某些环境下, 鼓励性的管理风格要比严格的批评风格, 更容易呢去激发员工的良好的这个表现,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当心理学碰上经济学的时候, 你还会看到一些什么有意思的好玩的一些事, 经济学家们呢常常假设人都是理性和自私自利的啊, 可是呢新进出现的这个行为经济学, 却对这种假设呢提出来了挑战, 比如说在传统的经济模型中, 金钱是一种完美的替代物, 就是不管持有者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都能够呢使用金钱来实现, 所以呢从理论上来说, 现金的奖励应该胜过同等价值的其他的这个奖品, 对吧, 但是呢我们就会看到了人们往往偏好其他形式的奖励, 于是行为经济学就从限制人们随心所欲使用金钱的各种因素来着手, 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这个偏好, 比如说为什么有些公司他宁愿奖励员工一辆免费的宝马车, 而不是等值的现金, 而员工呢也希望这么做, 这个原因是什么? 其实这种现象的本质呢, 很类似于家人和朋友之间互送这个礼品, 就是为什么你要送给你的表弟一条, 他恐怕一辈子也不会戴的领带, 而且不直接给他钱, 让他把钱花在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上, 有人会说给钱太容易了啊, 特意花钱选礼物更能表达诚意, 这个解释呢用在小礼物上呢是合适, 显然没法呢用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豪华的汽车上, 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他给出了一个更合理的说法, 他说呢根据他的观察, 最好的礼物往往呢是让我们自己买的时候有一些舍不得的东西, 妻子用跟丈夫的联名户头买了一套价值1000美元的泰钢高尔夫球具, 为什么丈夫呢还非常的高兴, 因为他很想要这套球具, 可是自己呢又觉得太奢侈, 有别人帮助他做了这个抉择, 他就能够开开心心的享用了自己的高尔夫球杆, 而且呢又无需的愧疚, 不妨呢我们看一看这个假设的试验, 在以下若干价值相等的物品中, 哪一个更适合送给亲密的朋友来当礼物, 一花20美元买那一磅意大利的坚果或者是10磅的花生, 二呢送一张75美元的高档餐厅的就餐券, 只能吃一顿或者呢是75美元的麦当劳就餐券, 可以吃15顿, 三呢是花30美元买4磅野生稻米或者呢50磅素食的稻米, 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花60美元买一瓶750毫升装的珍藏的这个红葡萄酒, 或者呢10佳伦的廉价的白酒, 我们说到的每一项呢都有两个选择, 恐怕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一项, 我们似乎可以用同样的逻辑就来呢解释, 为什么公司他会赠送宝马车的这个理由, 说不定呢你会觉得很难开口啊, 对大萧条年代出生的父母说, 你买了一辆比丰田加美贵两倍的汽车, 或者呢你会担心邻居会觉得你这个人装腔作势, 又或者呢你一直想要一辆宝马, 可是妻子呢坚持要先重新装修厨房, 这个时候呢公司送给你了一辆礼物车, 就能够呢打消你上述所有的这个顾虑, 那么从公司的角度上来看呢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 他给所有长期效力的员工一辆豪华汽车, 比给呢新招聘的员工加薪, 导致的这个怨恨的情绪呢会更少一些, 经济学家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观点, 就是最好的礼物往往呢是我们想要但是又舍不得买的东西, 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在非正式的人际关系, 就是我们的这个婚恋啊等等这些关系, 我们呢也会呢看到呢一些经济的逻辑, 那说到人际关系我们都知道它主要呢会受到情感的影响, 但是呢也不能完全呢逃脱经济的逻辑, 所以呢我们要想一想财富和个人吸引力之间的这个关系,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用经济学思维来分析一下婚恋的这个现象,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发现了在我们的生活中, 男女出婚的年龄都脱后了,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之一是随着这个收入的提高, 人们接受了更多的教育, 那么一个人找到工作所需要的这个教育量呢也因此提高, 比如说一个世纪以前, 一个高中学历的人找一份银行出拿员的工作是十拿九稳, 可是今天大多数银行的这样的这个职位呢, 都是大学毕业生甚至于研究生的来干, 而且呢随着劳动力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成绩和其他学校表现对事业成功的影响呢也是越来越大, 这样的话呢对于男女双方来说, 早结婚的机会成本呢就提高了, 比如说结婚早的人他很难拿到大学文凭, 生了孩子的年轻家长就更难了, 另外呢从人们希望跟成功者结婚的角度来说, 预测对方是否能够获得成功而需要的信息, 不如以前那么容易获得了, 在传统上呢早结婚的一大好处就是, 趁着好人全被别人抢走之前, 找一个有魅力的伴侣先下手为强, 但是现在的人们似乎并不像从前那样担心落到别人的后头, 凭借着较高的收入,较高的教育水平, 还有迁居的灵活性也比以前大, 人们总能够呢碰到潜在的结婚伴侣, 所以说呢结婚时错失有魅力伴侣的机会成本, 就不如从前那么高了, 趁年轻结婚呢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能够在自己身体健康强壮, 有能力满足抚养下一代需求之时, 及时的生下孩子, 但是我们却发现随着健康水平和寿命的普遍提高, 这个好处呢也渐渐的失去了意义, 总之在现代的生活中早结婚的成本提高了, 收益呢却减少了, 这个呢有助于来说明人们初婚年龄提高的原因, 读到现在我想大概呢, 我们已经算得上是出亏博物经济学的门禁了, 有可能你已经向家人和朋友转述了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些这个例子,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那么你和朋友之间的每一场相关的对话, 都能够呢加深你对这些例子阐述的经济学原理的一种解释, 你看学经济学呢并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如果我们能够把它更多的用于生活中, 并且呢去思考生活中的一些现象的话, 你会呢感觉它呢是一门非常有趣的课程, 好再次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一本书再会。 好了, 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儿, 精华笔记就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 感谢您的收听